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它变成一个很具体的一张黑布的时候 你觉得这东西怎么这么脏啊 对 你就想到自己的废了 没敢太联想 所以说新一年也没什么好事 我还看着一个说是 咱们不是看点开心的 有些天热闹的这个事 有个视频 你知道现在出来一种女 叫做地铁凤爪女 我看好多大学教授 在朋友圈都转发这个视频 就是说这一女的 听说还是拉小提琴的 长得不难看 说话比较难听 施凤爪在上海 在这个地铁里 后来说上海人的地铁 腾腾一下差点出流一下 然后就骂起来 骂起来以后就有人 我觉得今天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方式 因为手机而起了极大的变化 就咱俩在街上一打起来 互相录 就是这样 这是什么情况 你可以看看这一段 我看见你人呢 你屁股哪个眼睛看到了 屁股 要不你屁股是你的眼睛 你屁股里的眼睛 不是跟他说脏话 他自己做出来的事情太脏了 他自己人也不会干净 你的人你给我关净 书章检验状数过来 你人都关净 国际检验状数过来 你自己看看 什么玩意 我们到地铁的那个去了 警察你去了 我是谁 你去去了 你管我闲事到处 管你怎么去 其实啊 你知道我看这个 我感觉到的是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怂 我就觉得这个女人呢 她这个心气不同凡响 因为比如说我要碰这个情况 犯了重怒 你肯定就不吱声了 就说着人不打你就算好的了 但是这个人在这个千万人中啊 有这样匹肤之勇啊 好家伙舌战群盲啊 群儒啊 你觉得这是一种什么胆略啊 这是 我给我感觉 我觉得这女的不去演小品 有点可惜了 就是她那个面目表情非常的夸张 非常在演的一种感觉 你看我们生活中 像她那个演的那个眼神啊 包括口型啊 都非常的夸张 这女的是学法律的 说是拉小提琴的 不是 她是拉小提琴是业余的 我查了一下资料 现在查资料很有意思 过去你查资料 你打一凤字 先出来谁啊 出来凤姐 现在呢 现在打一凤 就是凤爪女 因为我刚打了一个凤字 他就蹦出来了 我一看 是武汉大学法律系毕业 还有我母校呢 法律系毕业 然后是大学的小提琴团 这个乐团的小提琴头把 而且你知道 我最近也看那个叫什么什么凯利啊 就是什么一个著名的未来语言学家 写的那个书 他这个写的一个必然嘛 这哥们讲的就是说 你今天觉得是隐私的很多事 比方说您的性生活 您的这个家庭情况 他说在将来这个社会 这种观念都会改变 人们就是连自己的私隐啊 就是主动拿出来分享 会进入这么样的一个必然性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 现在还有人聊 就说一个人他是犯错 是欠抽啊 但是这玩意一拍 啪一下的这个网络 你这个多可怕 因为我再补您一条啊 你不但搜出这个女的家庭地址 门牌号码 而且说三年前 他就在地铁里也是吃凤卷 还是这个人 你是这样 这人还挺有意思 就是好像 好像就是这口是永远不变 是吧 所以这个凤卷 你要不补这一段呢 我是严重怀疑他是一个表演 行为艺术 或者说是一个大概三四线的女孩 让人拍出来之后就进入热搜词了 他的身价其实就上涨 就跟有一些小明星会主动找 我一哥们叫卓伟 拍一下是你哥们啊 这是原来同事嘛 南东周刊的 那他们哪天跟他联络联 就是少拍你一点 就是主动联络 你可以拍 你可以拍我 这样的话 我就我价位就蹭就上来了 要不然你没法解释 长得又漂亮 又懂法律 又懂艺术 他怎么能够干这样的事 马行人刚才讲 就说 所以说这个 我就说要武汉大学 我就记得武汉 武汉 当然我相信今天的武汉人民 精神文明水平肯定高了 但是我就记得 我当年在武汉读大学的时候 是不是天气热呀 我的印象就是 没有一次公共汽车上不吵架的 没有一次看露天电影 临开场前 没有吵架 而且经常是一男一女吵 而且就像你说的 他吵到最后啊 有一种表演感 就是让你大家听 看我骂的多好 公共汽车上就说 谁踩谁一脚啊 这女的一看一眼 就说你三条腿都咱不问 就像这女的说 你屁股要眨眼睛 那男的更绝 说你三字眼睛都看不清 你看就像这女的 你屁股要眨眼睛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也不是很好理解 但是也能理解 就是这种类型的女的 其实挺多的 就长得很 还是让一般男人 还会有点幻想 但一张嘴就特粗 而且还有一个 是我们今天的社会呢 以这种行为为荣 过去是不行 过去都丢人的事 那能是吧 你一录我 我就老实了 现在觉得我就这么着了 我就说难听话了 我就是什么 这为荣 社会对这个 从某种意义上 社会对这个不批判的 所以他就觉得 是一个荣誉了 他在表演 给我一个感觉 你那个感觉是对的 就是我 我一开始也这感觉 就是我觉得 他不当演员可惜了 但是你要说 他以前还有这事 那这就有点变成了 就是表演性人格 然后想起台湾 有一个女的 叫什么许纯美 就是以大家来逗乐他 他自己感觉到很开心 这样的人 我觉得百花齐放 真的有这样的人 是愿意觉得 你来注意我 不管正面还是负面的 我都挺好的 都挺开心的 这个表演性人格 你想看 今天中国社会里 很多这样的人 我那天还查 这个百度词条 原来这确实 是个英文里的 一个专有名词 表示一种人格 叫做表演性人格 中文的对应的叫什么呢 撒意证 就撒意证 就这种人的表现 就是他的特征 就是跟你说话的时候 暴说 根本停不下来 而且扭曲现实 就是他永远是对的 你永远是错的 就是等等 而且在任何场合 就是这种表现 这种自恋 自雄 这种劲头 这都是撒意证 我觉得这女的 就应该把那个 鸡骨头一扔 然后掏出小鸡 拉一去 那掌声响起来 对 这一下就爆了 这鸡转 这鸡转成了 小鸡鸡上的手了 对 所以你瞧 这就奇葩多 我跟你说 还有一个更奇葩的 那就是有点甚人了 就是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你得承认 有的人是你不可以理解的 比如说这个女的 你不能理解她 对吧 还有一个 你就更不能理解了 就是潘老师那天讲的 就是说广州 你知道现在出了个 蛇蝎保姆吗 这保姆这两天 这两天审 我现在就觉得 她在法庭上的表现 很怪异 就是因为说呢 精神病鉴定 完全正常 说是怎么鉴定 就是她正常 可是她正常呢 你先说她的情节 就是啊 照顾一个七巡老太 这老太其实就是 有点骨质疏松 然后呢 她儿媳妇说 找一保姆 扶着上上厕所 什么的 但是呢 谈的时候 这保姆叫何天代 我也像是武侠里 何天代就跟这个 何老太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儿媳妇就说 说哎 我呀 这个 如果我伺候老太太 老太太过几天死了 你可得按足月 给我工资 哪怕是一个小时 你也得给我这个工资 当时这儿媳妇 听了挺生气 说你怎么这么这么说呢 结果她当了这保姆 第四天头上 就把这老太太给弄死了 而且 下毒了 下毒 不是一般的下毒啊 说这工资在她包里发现 17副 针筒针头 安眠药 滴滴味 她是先把这个 安眠药和滴滴味 混在一个肉汤里 小勺 凌晨4点 为老太太喝下去 然后呢 老太太沉沉睡去之后 她再捉足了这针管 肚子上打一针 屁股上打一针 好像然后天亮了 告诉家里人 老太太走了 这家家里人回来一看 发现说存结没了 什么戒指 也没了 这一报警 才 法医才发现 说这老太太死得很可疑 这才把她弄出来 如果不把这个戒指给撸了 耳环给撸了 这事就过去了 过去了 有可能这第11个 第12个又继续了 这事特别可怕 他为什么说这10个了 现在审的是就这一个案子 这个但是他自己口供 就是审的审的时候 他口供 他已经干过10起了 得逞了8起 就杀死了8个老人了 未遂两起 但是因为以前的嘛 尸体也火化了 也没有证据 现在又说不能只凭口供 因此现在起诉他 就起诉他这一起啊 过去有这种杀人犯 就是说我杀了一个人啊 说我前面还杀了10个呢 然后你要核实这10个 因为有的有 有的没有 那么核实的过程非常长 这人可能就会很长时间的活着 这也算拖延技巧 这个所以这次呢 我倒觉得很简单 我认为啊 这个从一般常理上 这个保母保命的可能性并不大 因为性质恶劣嘛 前面还有那些 虽然不能去证实 但是凭我们常规的那种判断啊 人的有逻辑判断嘛 就觉得肯定前面肯定有事 不可能呀 这么娴熟 而且不慌张 不慌张 就是按咱们一般的想象 这人都得筛糠了 这逮着不就筛糠了吗 就哆嗦了吗 没有人家该说什么说什么 他们家里人说 没了什么戒指了 没了什么了 说我们要报警 他主动鼓励你 报警 有病吧 有病 就是一种社会病 何天浅 何天浅 真是何天浅 遭了天浅了 你说他这个精神正常吗 他爸爸是精神病 实际上 我专门看了一下 他的这个小时候的履历 因为辩护人会讲 他有他的人格扭曲的一面 小时候跟爸妈全断绝关系 每次回家 妈妈不让进门 就睡一晚上走了 睡一晚上走了 后来就生了孩子 婚姻不幸之类的 但是这些也不足以导致 他真是把人命当儿戏 这种东西 我觉得真的是一种 就是长期生活在底层的愚昧 那个世界我们理解不了 这个东西 你理解不了 你是有些非常奇怪的一些举止 你比方说 他拿了这个存折 他不是谋财 他把这存折撕了 人说你为什么撕了呢 他说出一句很古怪的话 他说老太太这一下子钱 我得不着 他们家人都别想得 你说这哪跟哪呢 就是很狡猾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先去下广告之后 你说反人类反人性吧 就这个何天代 就这保姆啊 他在法庭上呢 还哭 他就哭 哭完了 然后要求说大家给我捐款 说为什么捐款 他说我捐一千块钱 他说因为啊 我关进去以后啊 我有一个同牢的这个育友 他很苦 他很可怜 我要帮助他 为大家给我筹款 我要给 我要捐给他 你说这是 精神还是有点不正常 不正常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案子啊 他那个不大具有代表性 就是他跟那个 刚才那个土鸡骨头 那凤爪女 还有点不一样 那个很具代表性 就那种人现在很多 你出处都能碰到 如果他是一个偶发事件 这个人单独在作案 这个东西 我可能觉得他人格扭曲 他非常变态 也是可以理解啊 但如果这个东西 是一个链条 如果他是一个成熟的 一个规则 或者潜规则 这个事情就麻烦了 就让我想到 什么黑砖窑啊 什么集体 给你关到 什么院里边去 这种 我就看了第二个案例 说又逮着一个 又逮着一个保姆 叫什么雨瓶的 又是十个 就是你就会理解 这事麻烦了 就是整个的这种 家政保姆行业 这些人就可能 再谋财害命 而且他谋的是 我就提前拿到点工资 我并不是说给你 拿到你家产万贯 给你弄走了 那第二个人又是十个 你就只能往后推理 这个行业 有巨大的这种黑洞 你说我们家呀 请过 请过 包括因为我母亲 身体不好 护工啊 保姆啊 甚至我在香港 也请过费用 哎 我真的是有对比 我觉得这个是 你说是咱们国家 这个是目前是 说哪道德出了问题呢 还是专业素质出了问题 就是说 这个保姆友好的 啊 我们请过好的 那就靠着本人的善良 真是非常善良 对吧 但是呢 那个坏的坏的没底啊 你根本 你比如现在 有的人请中电工 打扫卫生 一来中电工都是喜欢说 哎 你把你家钥匙给我 这样你不在家呀 我就能进 我跟你说 在北京我完全不敢 因为我觉得 我不能相信 可是要在香港 我绝对可以给这个费用 你说起来 这个香港的这个费用 我跟你说几千块钱 几千港币 对很便宜 但是他提供的这个服务 照我个人的体会 你在北京 一万块钱都未必找得到 现在问题就是这样 就是说 因为北京的这个 私下的这个费用市场 其实很大 但这个市场 我们不像菲律宾开放 我们现在都是 这个来自于 各地的这种保姆 因为 在这个社会中 使用保姆的人 会越来越多 那么都有这个问题 他拿你东西 对不对 拿你东西 你比如我们家 那个阿姨拿东西 我这从来没公开说过 拿东西呢 理论上讲 抓住不就给开了吗 我不 我抓住以后教育 因为我觉得 你换一个下回还拿 你更很麻烦 就教育他 教育他呢 他还拿 履交不改 这个很烦的 对 你知道他有时候 不拿你大东西 你知道他很怪 你比如他 就拿两件文物 他不 比如他今晚上 想做什么菜了 他看你们家这个 他缺一头蒜 他拿你头蒜 切两片姜拿走 还有什么东西呢 比如那天拿什么东西 他说他没吃过 没吃过呢 他在用我们家火线 做熟了再拿走 他那套程序啊 就让你没法去理解 你如何宽容的去想 宽容的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到你开始害怕 就是他说的 万一难以文物呢 这事就瞎了 万一给你打一针 对 打一针他倒不会 就是说 你比如他拿你花生米 那花生米吧 他很有意思 你所有不起风的东西 他一定不拿 他一定拿你起风的 他起风的 他有时候拿的少 你不觉得 比如那大玻璃瓶子 花生米这么大一瓶子吧 他一次倒你大半瓶子 你肯定没吃嘛 你这个再没记性 也看见了 所以他就这么个人 我在我们这个节目里 我也讲过多次 你说我爸亲眼看见 我妈躺床上 那个护工 给我妈喂饺子 我爸上趟厕所 一回来 正看见 给我妈一个 他嘴里一个 分享 他就占这点小便宜 而且我跟他说 我跟他说 你喜欢什么 或者你需要什么 你说一声 你说一声就不为过 因为很多东西 也是用不了 你拿走拿走了 我现在兴趣 全在马老师家保姆社上 我得跟他商量商量 这那文物的件 我得跟他讲讲 他真是没有文化 我猜 他可能破懒东西 破酒东西 他不会动 他就弄着 比如他可能会 快你两只米走 什么的 但是我认为 其实我们很愿意 因为我小时候 家里就用过保姆 保姆都是家里人 都是一口人 很多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 很好的朋友 给保姆 保姆都不叫保姆 就叫大娘 给大娘送终 都去哭去 这种情感 你今天怎么可能 最后到大娘不能干了 这个送回老家 送回老家去世了以后 全部去奔丧 你今天怎么可能 有这个事情 真的 完全就是一家人 你知道吗 这个又可以 把它给扯到 这个保姆传统的丧失上了 就是实际上 传统中国的丧失 有很多表象 包括你 跟你一辈子的保姆 你本来是要生生死死 在一块的 所以你的一家人 你是熟人社会 现在就是一个职业化 但是你职业化 又没有法治 来规范这个东西 就是生人 来干这种熟人的活 他就容易出 这种安全的问题 你说这个 就是说 你要不就是传统的 对 你要不一辈子跟着我 就是现代的 非常职业的 对 比如说 我就说 菲律宾这个飞用 它真是当成一个产业 它都是我家政训练 我都发现它什么都会 该会的 它都会 而且你看 我还有一点 他每天晚上捧这个圣经 他是信天主教 我就会觉得 有的时候 比如说逢年过节的 多给五百块钱 他流下眼泪 他就会觉得 好像 主啊什么的 对 上帝觉得他太好了 对 你说 咱们没这个了 所以 你比如说 我还有人 有一个特好的朋友 他忽然吹牛 他说 我们家请一小保姆 特干净 然后说 特好 说终于找着一可心的了 然后突然有一天 他半截回家 一回家 他们家那小保姆 在他们家召开了保姆会议 里头有十几个保姆 他把他衣服全弄出来 穿在身上 在屋里走秀 他给彻底气晕了 我说 你看 你早一干干净净的 看着不像保姆的 看着很好的一个孩子 在他们家开家庭走秀会 这不错 这挺有意思 他如果是个演员 就更好 对 所以他就是 你没法信任 你知道我们社会中 现在成本 我觉得社会成本太大 就是出在信任上 你没有任何一件事情 可以信任了 没有什么事情 你今天 我是一个 原来我批评儿子 我说你手机 这个电话想要接 这是个礼貌 你不能不接 他说这破电话 我不接 全是骚扰的 然后我是什么电话 都接的 我现在发现 我的电话 十个里 就是你接的电话 有九个都是骚扰的 对 所以迫使我今天 没不显示人名的 我全都不接 我也是 没法接 他全是这个 而且来的什么古怪的 乱七八糟的事都说 那我凭什么呀 我凭什么拿一个 私人的工具 跟你这种 不知道的人去沟通呢 所以我现在任何的 包括也耽误过正事 后来我说 他要真心找你 实在不应该 给你发短信 而且你知道 这些电话打过来 好像都知道 你叫什么名字 知道 还有敲诈的 什么都有 摘胳膊摘腿的 全碰见过 你也碰见过 摘见过摘腿 我也碰见过 这家伙 要上来就是要摘我腿 对就我那助理接的电话 你说脸都下白了 敲诈包 敲诈包 我说怎么了 因为他接我的电话 那边就是说 是斗文涛吗 斗文涛 要他一条腿 让他等着 我这考一回了 他要一条腿 我说那你要我一条腿 我说什么意思 他说我们觉得 你这人还不错呢 我说那什么意思 说如果你 他十点给我送钱来 早上就八点来中了 就说十点给我送钱 送钱 那你要是给了我钱 我就不收那钱 我说那你这是破坏规矩的事 然后我边说边摔牙 他说你别那么不正经 他说我别那么不正经 严肃点 砍腿 还要摘一条腿 就净这个 而且他是知道你是谁的 他上来就说你名字 他知道吗 那就不要摘腿了 这官府里头拿两件 不规矩 全是这种 江湖上现在也没有规矩 对 聊的老炮了 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还看见有一个什么博主 叫杨恒均的发表的题为 元旦规语 现在还时髦写这个呢 元旦规语 说挺煽情 13岁女孩与几块巧克力 你听说了吗 甘肃金昌市永昌县 好家伙就说是父母亲都是爆米花的 卖爆米花的 然后13岁的女孩 他爸本来让他可能到超市啊 买个方便面 然后呢 可能是这个女孩啊 顺了两块巧克力 结果被超市店主发现 居在那就羞辱 然后他娘来了 来了之后说 罚150块钱 他娘套套套 凑出10块钱 说不行 没有150块钱 不放人 然后最后呢 就骂他的这个妈妈 他妈妈当然就骂这女儿啊 过一会儿 一看这13岁女孩不见了 然后街上围一群人 这女孩爬到这个高楼上 17层高楼 一跃而下 哎呦 最后那么多人都上了街了 说这市长出来劝解的时候 把市长打得头破血流 我天哪 这个事儿就听着就是 一堆没有逻辑的事 全给弄到一块去了 一开始我看到新闻事先看到市长被打 你万辉倒来倒去 是拿人一巧克力和市长被打 理论上讲没有逻辑关系 是吧 但是现在的社会呢 对很荒诞 这个社会就形成了这个这个局面 现在这个事儿很难说清楚 比如多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说 这个孩子穷去拿人家东西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也不对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 就是你人穷 多穷都不能动人家东西 这个是过去越穷的人 越这么去教育孩子 第二点就是他拿完东西以后 你去羞辱他就更不对 这个事情就是一步一步往挫了走 他是一个小孩犯了如此的错误 不非就是一个小小的财产 你作为一个成年人 你怎么去教育他 如果是一个明白人 应该说孩子这两块巧克力给你了 但是这样拿是不对的 希望你以后不这样 我也不告诉你妈 多好的一个事 第三呢 是把家长叫来 家长也没有处理的能力 第一穷 受教育程度低 第二呢 就是只能迁怒于孩子 再加上孩子又没受过这种 我认为的挫折教育 我碰见过啊 就是那个看到新闻 那个家长一句话不对 那孩子也当时就妈就跳下去 过去我们小时候挨打 挨打叫挫折教育 你一句话不对 光当一耳光 沟通完毕了 你知道错了 下回你再骂我两句 他没打我不是挺好一事吗 他不会跳楼 所以现在就是多个层面 层层出问题 最后导致悲剧产生 在这个事里边 我觉得这个小孩没错 我觉得小孩拿东西呢 这个行为本身是错的 但是考虑到他是个未成年人 他是有最高的豁免权的 就是你拿了你的东西 拿人家东西 或者你拿了两包巧克力 什么之类的 你都有豁免权 实际上 你法庭你也是不能判的 你只能说回家 你耐心的去跟他讲 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就你超市 就是绝对没有任何权利 去责罚他 去怪他 去羞辱他 你的妈妈当然更不能 用那种话 去刺激他的自尊心 所以在 就是按马老师说的 你在传统上的时候 你不能对孩子这样 你按照现代文明 你也不能对孩子这样 你必须有一个 儿童保护在里面 那孩子的这个心理素质 他的脆弱 是我们预料之中的一个事 可能咱们小时候 像我这种也挨打 是无所谓的 但他可能越来越往后的孩子 他确实打得越少 你就不能够来对他进行羞辱 你也不能够对他进行变态的惩罚 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是没错 错的是妈妈 是超市 是大人 其实啊 就说咱们小时候比较皮实啊 你说是不是也是文明时代 还没到来的表现 对 就现在文明人就是娇贵 对吧 你就是不能特粗暴的弄他 没有挫折感 所以我觉得孩子应该从小有挫折感 就有事情过不去 有东西买不到 就买不起 要不你怎么能适应 中国这么多 对 哎了 犯了错误 哎一巴掌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